今天你们的接棒班 是冲德班 今天是第二天了 昨天你们一天 好像是现在的接棒班 跟冲前不一样 已经改进了 已经好像都是一种创新了 就是新的名词 新的节目 也是跟那个 学会学的那个下令 赢这么的 有这么一套 昨天我也不太了解 你们大家认为 昨天一天这个节目 一切的活动 好不好 好 有没有意义 有 对你们的 培养你们的道心 培养你们的称心 培养你们的相声心 培养你们的责任心 有没有帮助 有 只要有帮助就好 只要是没有帮助广市热闹 广市高兴 广市闹市闹市玩 那就不太理想 我昨天我也没有知道 也没有看到 不太了解 这个 昨天我点名 可以知道你们大家呢 都是很容易 都是开过我们的立德班 起码一次 没有参加过的很少 一次的 两次的 三次的 就还有呢 四次的 这不简单的 他已经身为讲师了 就很标准 已经在火驰团负责任了 在火驰团参加 一年的两年的 就是我们宣台湾城 学界 这几年呐 培养出来的 这个精英 你们算是学界 后一辈 第四波的 这个精英 应该说 都是人才的 我想 这个下学期啊 更有前途 当然你们的压力很重 你们的任务 都是既往开来 成前起后 很不简单 确实你们不简单 假使你们修得很好 在学校办得很好呢 那真正是 这个功德无量 留名于你们的学校 留名于伙食团 还有这个德性 功跟德呀 都留在 可是留在都要继续 不要说 这一个阶段 留点名玩字 如果社会都变了 那就千功尽弃 那就太可惜了 浪费你的人生 浪费你的生命 那么结果呢 自己没有得到 说留点那点成绩呢 又交给别人 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要是 修道 办到 想负责任的话 一定要掌握住了自己 决定不能浪费我们人生 那么结果 都是我们自己所得到 不能够让给别人 但是有的人 伴托尔费 那是很傻的 就要修道十年了 离开了 那是傻瓜 修道十五年离开了 那更是傻瓜 那么修道二十年再离开了 那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 那真是傻瓜了 一年 我们这一辈子 只有六十年而已 六十年一甲子 那么你修道办到很不容易 牺牲奉剑二十年 十年二十年都 离开了 离开你过去所付出的那些个 心力 人力 这个一切的生命之光 一切之一切一切 你付出来了 你应该你所得到 结果你厉害 那些个宝贝 都叫别人吸收了 都叫别人拿走了 不是傻瓜是什么 一定是傻瓜的 所以我很聪明 你们知道我很聪明 你才聪明 掌握住了自己了 自己所牺牲奉献的 结果自己所收获 还是我自己 我很聪明 如果办妥尔费 那是傻瓜 不但我很聪明 我不应该得到的 别人放弃的 我都得到了 这个不简单 别人应该得到的 他们离开了 那么结果呢 我都得到了 这叫有一部分 我是不劳而获的 因为我坚持到底啊 我才有一部分 是不劳而获 这个你们听不懂 什么听不懂 就是说我们通时出来的 跟这老千人出来的 这几位小姐 还有几位前到我们那些个 过去天津来的 他们忍不了 忍不了什么呢 忍不了贫穷 昨天吴说 好人之气 这个不简单 你养他的时候很苦 很苦 那么就是到了一个程度 都是贫贫不能移 所以我们这个 由天津来的 受的口都是贫贫 很可怜 你看现在我们都 你看我现在 大家看我很有福气 养尊处优 出去都是坐汽车 还有这么多的房间 我这房间 全台湾省 有好几百间你知道吗 好几百间房间的 我要出租啊 一个月的收这个 每个月出这个月租钱 可以都收到十万块 可是我也不能出租 所以你看这事也有 各不然是大庙 各公共和堂 都有我的房间 我不去 闷都锁起来 他们都不敢进去 那一年呢 打扫几次 老千人也有房间 可是老千人房间比我少 你知道吗 因为昆道的小姐 这个公共和堂啊 没有办法给老千人准备 都给我准备 这叫得天独厚 所以我所得到的 太多太多了 那么当初呢 我能够忍耐 那个坚强 那个痛苦 我也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 将来有所得到什么东西 都没有想到这些事 你要想到的话 你就有危了 而且是无危的 就是说不变初衷啊 不敢 不敢违背你的誓愿 不敢离开我们道场 所以要忍耐 要坚强 要突破 一关一关突破 所以我今天呢 才有这点成就 也是感激天真师德 感激我父母 给我的那些个话 鼓励我那些个话 祖上的德性 也是我个人很坚强 也是老称的领导 也是我们大师兄弟们 大家的帮助 所以我今天就点成就 那么今天呢 你们的讲师 他们尤其昆道 几位小姐 她请我呢 讲一讲故事 讲一讲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啊 属于我个人的 我是不太愿意讲 因为这个讲起来很吃力 讲故事事很吃力 我一向不爱讲故事 很麻烦 那么你们这些个 昆道讲师的要求 他们也说啊 我这个 我个人的故事啊 差不多有十年 十年没有讲了 那么在社会界 我也不讲 社会界太多了 讲得很麻烦 那么过去 在你们学界讲了几次 在日本讲了一次 那么最近呢 我很忙很忙 我都不愿意讲 那么他们请我今天讲啊 我一看看你们呢 还是可以 还是我讲故事的对象 那么我就来说一下 你们大家注意听啊 不要打瞌睡啊 你们的讲师 你们的讲师注意听啊 你们博士 不随便讲我的故事啊 这个 这个 那你信不信有你啊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 我不管你啊 我自己相信 所以我因为我相信 我这个故事啊 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就 我要不相信的话 我就会半途而废了 这个故事啊 说起来话很长 那么出在什么时候呢 出在我 这个少年的时候 就是我还没有秋到 以前呢 就有了 这个好像 我现在想起来啊 就是个人的根气吧 也可能个人根气不 也可能我的根气不翻了 也可能千生千世 不是一个翻乎书子 不是一个翻乎书子 来转生 可能性有一种因缘的存在 可能是很有根气 所以打从小呢 就很多的显化 那么这 这对我一个很大的助力 给我支持我内心 绝对不能倒掉的 就是一个 就是忽利仙 这个忽利仙呢 在你们台湾 没有 没有忽利仙 我们这个仙呢 讲五大仙 五大仙 忽 荒 白 柳 灰 这你们小孩子 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这个很新鲜吧 忽啊 是什么呢 这是忽利 五百年 五百年以上的忽利啊 可以变成仙 他在这个修炼的阶段 他要想用速度的 那就偏了 那个心都斜了 他要盗取 人的这个精气神 你们看小说啊 那是真的 不是演艺啊 这个小说 这个男狐狸啊 宫的狐狸啊 他去迷女的盗取 这个母的狐狸 他是迷男的 所以盗取那个精气神 他都用速度的 他都炼成了这个丹 炼成了丹 那么丹到了一个程度的话 他就可以变成了一个精 正啊 他炼之与正 他就可以成仙 他要偏了 歇的话就成精 狐狸精啊 你们骂人的狐狸精吗 这个狐狸精啊 也是很厉害 这个 他也是迷人的 他盗取的精气神 这个狐狸仙呢 他是正派的 他有好人之气 他决定不乱来 他怎么样呢 这个狐狸仙 狐狸仙他要叫成正国 他是要盗取天地的精华 天地的精华 怎么到呢 每天晚上啊 到了紫时啊 紫时时候要拜月 拜月 拜月梁啊 拜月梁 他这个小丹啊 到了几十年以后 都有小丹了 这个丹吐出去 刚开始很远 很近 慢慢的功夫到 就圆了 圆了不到这个月梁的精 那个月梁的精华 都吸收过来 很苦啊 很苦的事啊 所以他呢 慢慢慢慢慢慢的 每天每天 紫时都拜月 就是功夫啊 就是修炼的功夫啊 拜拜拜拜练练练练了五百年 哇 大胆成就 大胆成就 我怎么知道 我听老人说过 老人家真是偷看 狐狸先练丹要偷啊 哇 那是好惨 已经到了成功了 哗的拿走了 这个全功尽弃 哇 都瘫痪了 那个狐狸瘫痪了 所以这个人太惨了 太狠了 所以五百年以后 哇 成了仙了 那成了仙以后 他有法 他会知道你过去 未来 他都有 五眼六通啊 没有六通 也有几通 就是了 做了仙了 所以做了仙以后呢 他就可以 富人体啊 很借窍啊 富人体啊 了灾治病 他就是 兴功利得 这是正仙的 这很好 这种仙很好 那么我呢 那个时候啊 是几岁呢 在十五岁的时候 可能是十五岁吧 十五岁啊 有病 那个病啊 是什么病呢 是肺病 那我不要玩啊 那个肺病啊 很严重 吐血 吐血 医生啊 都说哎呀 这很严重 那么吃很多药 也好不了 那我的这些个 我们这个 邻居啊 大妈 这么说 哎呀 你这个大姑啊 你去拜 忽利仙啊 叫他给你治病 可能会好 那我就去了 我妈妈带我去了 这个就是我呀 对他有相信 那么我去了以后呢 这个忽利仙 哇 是一个昆道顶仙 这个很很 就是我吃我们相近的 这个顶仙的哈 很有仙的 他姓孟 孟二奶奶 是一个少奶奶 我住了高楼大厦 这个忽利仙呢 偏偏找他顶仙 他不接受的话 不可以 他不要找他 这个顶仙很苦 好像借窃一样 你看那个我们的窍窗 你不接受不可以 很苦啊 苦就是了 他就接受 接受天天的 了灾治病 那么我那天呢 去了 去了对我很客气 这个可以看到 英国哈 对我很客气 这个忽利仙呢 就跟我妈妈说了 他说 我跟你讲啊 你这个女孩子哈 不是平凡 你要好好养她 你要好好照顾她 你将来会沾她的光 他说 妈妈讲 奇怪 一个女孩子 有什么光好沾的 那个就这么样子哈 会对忽利仙就说 你这个病没有问题呀 我给你包 决定叫你好 啊 呃 整整好 那你呃 后天 后天啊 你晚上啊 你就看到我 我给你送仙丹 你说这个不是神话哈 就是出在我这个本身 我想 我想哎呀 后天都送仙丹 这个事情也不知道怎么样哈 很害怕 那天晚上敢睡觉 我就叫老妈子哈 陪着我 我说这个 不要 我不要关灯啊 这个忽利仙人来 我就很麻烦 那我就很害怕 老妈子说 没关系的 你你你你睡觉 我我陪着你 老妈子 哎 睡到半夜三更啊 我迷迷糊糊真睡去 睡去以后 哎 我们这个家里边有这个 有这个门帘子哈 这一条子进来 这个忽利 这个老先生进来 哦 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啊 穿着灰色的道袍 哦 这个呼吸都是白色的 满面红光啊 两个眼睛 均均有光 那个时候 我看他的年龄啊 大约是七十多岁 穿着道袍 拿着腹尘 拿着腹尘 进来 他说 这忽利 这个大先生说的 好 这个仙丹给你吃 这是我 中南山 我到中南山去 讨这么一个仙丹的哈 专门治这个吐血的病 你呃 吃下去 明天就不会了 一定会好 哎 我都 我都拿过来啊 吞下去了 他们是很奥妙的 真正三天之内啊 这个血 我冲天是肺病啊 这个血 真正止住 就好了 这是很奥妙 那我就相信他了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证明他是真的啊 就是我妈妈的生日啊 是四月十四 好了以后啊 我就初一十五啊 我不会忘记他 忘记了仙呢 给他献贡 很早我都去给他献贡 给他献香 啊 那么我妈妈生日啊 四月十四 啊 那么四月十五 我又去拜他去 拜忽利仙啊 给他献贡献香 这个忽利仙都说了 哎呀 这个 我跟你讲啊 这个 陈姑娘 他叫陈姑娘 陈姑娘跟你讲啊 你妈妈的生日 你昨天晚上 请了 你们 请了十桌客 我想一下 哎呀 这么多呀 我算差不多差不多 十桌客 那么你们的 呃 十桌的客人呢 都在吃大肉 吃大肉 这个大肉是什么呢 都是猪肉 都在吃大肉 我看到你呢 也在吃大肉 我一讲 还不得了呢 他说我一看 这个大肉很好吃 我就 呃 吃了两块 他吃了两块 这个仙是不吃素的啊 他吃了两块 我说 哎呀 真是我害怕 这个真是真事啊 这是真理事 我说哎呀 好那好 我不知道你去 知道你去的话 多给你几块吃 多给你几块吃 他不要了 我不客气 后来 那么就说 一直给他联系 联系哈 我们家里有病啊 什么 那么结果到了 我呃 我这个十八岁求到 十八岁求到 完事以后呢 我又给他拜起来 那求完到以后 哎 那次哈 他就不一样了 我给他拜 他马上就 把我扶起来 他说 郑姑娘 从今以后 你不能够再给我拜 不能再给我扣头 你已经求了先天大道 我吓一跳 你已经求了先天大道 你很有前途 你将来可以成正国 我没有办法成正国 我但希望啊 将来有这么一天呢 你拉扎我一手 拉扎我一手 我说这么 这个道怎么这么好吗 那时候我不了解 刚求到不久嘛 他说那时候 十八岁求到 那么这十八岁求到以后 再去拜他 他给我讲句话 沐南他又讲啊 你这个求到以后 你好好守住 可不要失去 失去的你说太可惜了 他说我没有资格求你这个道 你好好去修吧 以后你来的话 我们就做个朋友 你不要给我献贡 不要给我献香 所以这是一码事 听懂吗 所以这个故事啊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事儿 我也一辈子 没有说过假话 我跟你讲这个 假话没有用的 这是出在我身上 我相信这是真的 这是一项 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啊 也是出在我的身上 我也相信 我相信什么呢 这个 那时候呢 是我在 方才讲是十四岁 十五岁啊 我在十四岁的时候 十四岁的时候呢 我呢 这个有一天晚上 有一天晚上 这个 来的一个 来的一位啊 穿黑衣服的 也是年纪很大 他找我 他说 某某人啊 你跟着我去 到一个地方去玩 我带你去玩去好不好 我说 那时候做梦啊 我说好吧 跟你去玩就玩吧 都去了 到那时去一看啊 哇 一个大门就进去了 进去里边 黑黑暗暗的 我很害怕 一走走走 慢慢慢慢 看见有这个光了 很亮的 出来谁呢 出来一个人 出来是我舅舅 舅舅 我这个舅舅死啊 刚死了三年 他都看到我 我都说 哎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会来了 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回去回去 回来那个带着我去 不可以回去 不可以回去 我这是有 有这个任务的 我叫 有任务 叫他去看一看 不可以回去 没办法呀 舅舅搞不了了 走走走 走进去了 这去看到什么呢 看到那个时候 梦完了这个以后 就是秋到以后 对照一下 才知道 那个地方叫幽明市 幽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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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不是地狐啊 幽不是地狱啊 就是地狐 我以后看冬明镜才知道 我做梦的这个时候呢 是十四岁 那么我看冬明镜 看冬明宝记 那是二十岁 大概十九岁吧 看冬明宝记 所以对照一下呢 我的这个梦是真的 那么我就去 进去 走走走 看到一个幽明市 这个幽明市 哇 卖的东西很多 我一看这家子 卖的衣服 这个 这个卖的衣服 这个店铺 就是现在我们的服饰店 卖的服饰店的 我一看都不是卖我们的衣服 都是卖清朝时代的衣服 我这家子怎么搞的 都卖这个衣服呢 这个女人那样都是奉官侠配 都是清朝时代的 这个男人那样也是清朝时代的 那个做官的那些个蓝色的衣服 我一看这家子奇怪哈 我感觉后面莫名其妙 这么又走走看到很热闹 又走到一个地方啊 一个巷子里边 我看到谁呢 看到卖大碗叉的 昨天那个李建仁到北京去吃大碗叉呀 我看到这个大碗叉是一样 那我们天津啊 北京啊就有在大街小巷 有时候卖大碗叉 这个大碗宫啊 大碗宫里边泡得咪咪 就叫大碗叉 这个我一看到 一个老先生吃大碗叉 这个老先生是谁呢 是老爷 老爷称吗 就是外祖父 外祖父的 这个 外祖父的父亲 外祖父的父亲是什么呢 那我清楚了哈 外祖父的父亲呢 我现在 外祖父的父亲呢 我那时候叫老太爷子 叫老太爷子 那么他这个老人家呢 是85岁死的 那个死了哈 差不多两年 我舅舅死了三年 这个老太爷子85岁死的 死了两年 这个卖大碗叉 这个老太老先生在那喝 喝大碗叉 我一看看 我老太爷子 怎么跑劲来了 他一看着我 哎 你怎么跑劲来了 不可以 赶快回去 我没办法的 我不知道送哪儿回去了 哎呀糟糕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走 这下就麻烦了 我就跟着那位 穿黑衣服的那位老先生 走吧 那个老先生很好 带路 还给我介绍 好像想岛一样的样子 给我介绍介绍介绍 这么走走走 哎走到一个什么的 他说这是工厂啊 你参观工厂 我都进去了 他这个工厂啊 跟我们工厂不一样 一间一间的 一小间一小间 好多好多间 这个每一个小间里面 都有一个女工 女工啊 人家叫织啊 织布 我一看啊 我这里边这个 我一看这个女工啊 哇 面色苍白 我怎么这个面色 怎么这么难看呢 又黄又瘦 现在他脱命后才知道 都是鬼呀 那都是女鬼呀 所以他又黄又瘦 没有气色好看的 都是苍白 我一这儿看看 看看 看了好多 哎 看到一个 我认识的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邻居啊 就是我们住的房子 后边的 一个溜 溜大妈 溜 溜大妈的女孩子 叫大姐 我们很瘦了 她总跟我玩 叫大姐 她刚 她刚刚死了一年 她在里面做工了 我说 哎呦 大姐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她看到我 她很高兴 她就站起来了 哎呀 你怎么跑来这儿 你怎么回事 我说我也不知道 她说 哎呀 那个后边 那个可能是鬼才吧 那个穿黑衣服的 她说我带她来 来看一看 来参观 这个大姐都说了 大妹啊 你回去跟我妈妈讲 不要再哭了 她天天哭 哭的我现在好难过 我也哭 所以我织这个布啊 我织这个布啊 是上天要的 我都交不出去 人家别人 又交出去了 我这儿不能交货 这个我要受惩罚的呢 大妹 你跟我妈妈讲啊 不能再哭了 你哭的话 耽误我的事情了 她说好不好 在做梦上就好不好 就这样子 等着啊 都看完了 看完了 我感觉到很冷 紧刮的就 很冷啊 这个 这个 这位老先生 这个鬼才啊 应该讲鬼才吧 这老先生说 好了 差不多了 可以走了 就能知道这儿都好了 就带我出去了 那时候我舅舅啊 很不放心了 就在那个鬼门关了 等待我 我舅舅 赶快走 赶快回去 这一推 啪啪 把我推出来了 这一推出来 就我醒了 这一醒了以后 就奇怪啊 这个不能不相信 那我自己 我自己决定相信 起来 醒了以后 转天怎么样的 站不起来了 扔它 脚软 你不能不相信 脚软 这个脚软呢 好像得了重病 刚好一样 不能去 不能上学了 我妈妈讲 怎么搞 怎么起不来了 我说糟糕了 我上地府里不去 我去优地府去了 我妈妈讲 忽思乱想 忽梦颠倒 哪有优地府 那么多事 我真的起不来 真的走不了了 好吧 我给你请假去吧 那个时候呢 我就是 十四岁 十四岁 听懂吗 好 两个故事了 这个两个故事 你不要看它是故事 对我修道 办到 这个帮助力太大 我相信 有地府 有地狱 没有看到乐鬼 没有看到地狱 我看到地府了 我相信 因为那都是我收拾人 那么忽大仙 我也相信 仙我也相信了 鬼我也相信了 那么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 就是应该相信 这个天堂 我也去过天堂 这个天堂是怎么去的 这是对我办到 都有帮助 这个天堂 上天堂去 是在 这个 秋道以后了 这个秋道以后 我是十八岁求道了 我是十八岁求道 这可能是十九岁 十九岁的时候呢 我都比较有生心了 也很生心 也常常唱佛堂去 那么我们这个天堂 有这个礼教 礼教你们听懂吗 礼教 礼教就是说 拜这个 观音菩萨 拜观音菩萨 这个礼教 拜叫圣宗 礼教的主神啊 是观音菩萨 这个观音菩萨 这个礼教是从哪来的呢 是十三代祖 阳祖那方面 这个 发起的 拜观音菩萨 那么他这个宗旨啊 这个礼教的宗旨 就是 戒烟戒酒啊 就是念这个 大悲咒 念大悲咒 消灾 修圣水 这个宗旨就是 主要 主敬存诚 要参参打坐 这个宗旨就是 也是 讲这个 忠孝结义 这些个事 这个 那么 我的外阿嬷就是了 姥姥 就是拜祖母啊 就拜这个 二众公所 当家的哈 做师父啊 还没有求到以前呢 我姥姥 就拜这个二众公所 做师 做拜他为师就是了 那么我就没有拜 我没有拜 不是 没有拜呢 我常常跟着我姥姥啊 去那儿去 也是跟他 很接近 他也很喜欢我 他也很喜欢我 这位当家呢 是一个太太 差不多那时候七十来岁 他是一个姐夫 打年轻的手机 就天天餐餐打坐 念这个 念这个什么 大悲咒 念心经 那天打坐 那时候呢 我去完道以后啊 我跟他也很熟 我常常给他送东西 我们家里的 我父亲开一个 德义城杂货庄啊 杂货庄是出入口这个 出入口商 完全是杂货 那么我们家里的 这个香菇啊 蘑菇啊 这什么雪菇啊 什么菇 什么菇好多呀 这好多我吃不完呢 我吃都吃腻不耐吃了 不耐吃怎么办呢 所以我都送给他去 送给这位当家里 这个好像很有 很有交情的样子 这个当 我还度了求道呢 这个那时候 也很有勇气啊 也不归讲经说法 都跟度人求道 他说哎呀 好啊好啊 你只要有信道都好了 你吃素很好了 好了 我这个不可以了 我是主持不可以了 怎么样啊 好像还很喜欢我 那么这个 都是这么样 来得往往不错嘛 怎么证明 我去到了天堂去呢 这个当家的哈 他元祭的 元祭都是死啊 元祭那天晚上 他来给我托梦 他找我来 这个这个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他死啊 怎么咋样 不知道他死 他来找我了 他说 他说 郑姑娘啊 你跟我走 你跟我呀 到一个地方去 你看看我呀 修到没有白修啊 我给你一个证明一下 你要好好修到 我说好吧 我都跟他去了 走得很快 走得很好 我就跟他一直走走走 走到哪去呢 那个 南天门那个地方叫 南天门那个地方叫云山房 云山房你不相信你们看东宏宝记又出来了 这种证 这个东宝宝记哈也有 这个当家的跟我讲 哈就走 这个南天门啊 哇很漂亮 当然很漂亮了 先进 就带我进去 进去哈 就看这个 这个云山房啊 他说 他说这次云山房你跟我进来 他说现在哈 这个给我呀 拍的位置 云山房东边第二号 第二号的房间 他就带我进去了 进去我一看这个房间不大 不大呢 有一个铺潭的很大 铺潭的很大 他说这就是我的位置 我就在这儿了 我说这个 你怎么跑这儿来呢 他说我跟你讲啊 修到没有白修啊 我这一辈子守节啊 我这一辈子吃素 我这一辈子拜观音 我做的主吃的 那么结果呢 我定位在此 我在这个地方 你呀 不一样 你修的是先天大道 你很有前途 你要决定要坚持到底啊 你吃素要吃到底 你清修要修到底 因为你说我 我十九岁哈 已经立定 报定这个独身主义 他知道 他知道我报定独身主义 他说你要 清修要修到底 吃素要吃到底 你千万可不要办多少费 将来你的位置比我高得多 那我说这个很好啊 我认为就是带我玩去了 结果呢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就是很很证明这个梦是真的 今天晚上做的梦 明天后天 到了后天啊 我姥姥外祖母 都接到复文了 复文条吧 复文 我姥姥是弟子呢 不能不去 那我也跟去 哇 我很惊讶 哇 我都跟我爸爸 跟我妈妈都讲这个梦啊 我妈妈说 这真是奇怪啊 你这个孩子真有点跟气 怎么这么多的事呢 好吧 我都去了 给他送遍的 哇 他那些弟子啊 左右 天坤的 好多都穿笑衣啊 这个当家的啊 就是坐在钢里边 那个他们园记坐钢啊 坐钢 他那个继承人啊 打翻 好多都哭啊 我的姥姥啊 是他的信徒啊 都没有穿笑袍子 没有穿笑袍子 带一个这个 这个笑 那个白布 扎起来 那我也不是对子 我不是他的弟子 我也没有带白布 都跟着送遍 哇 好多好多 好多人 我说 哎 这位当家在生前 不太了解你 怎么死后 这个哀容这么好啊 这么多的弟子 哇 大家痛哭流涕 这个对我来说 又是一个一大助力 我想 这么样子 死后 这么要的哀容啊 我要是好好修到 我死了 逼他还有强 他才可以 那时候这么想啊 胡思乱想 我想 最近我想 假使我过几年 死了以后 那个送我的人太多了 听懂吗 这个送我的 送我的 那个人很多很多 那个时候 我都有一个 一种 一种 幻想 哎呀 这个很好呢 死后有这么多人送 这很光荣的 不得了呢 有点羡慕的心 我说 我想办法 我也修 修到有点 我死了 比你还多 就有这种心 你说现在 真正是 假使我死在台湾 不知多久 我但希望晚一点 不要这么早 但希望晚一点 这个送我的人可能是不知多何千 太多了 就是那个地方 就有这种羡慕的心 所以证明这个梦啊 又是真的 给我来讲 又是一个定力 又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这是第三个故事 那么第四个故事呢 是什么故事呢 这又是观音菩萨的事 观音菩萨呀 要给我帮助了 给我 给我很大的启示 也就是说 我求过道以后 求过道以后呢 我就很有信心 这也奇怪 我也没有开过你们这个法会 我这个修道办道 没有像你们这么样的好命 那么单单 又三天法会 又立德班 又接棒班 又新民班 又智三班 又裴德班 又行不法德班 从德班 然后做讲师 那你们就可以太好命了 我们都没有 我们那很简单的 就是开完了法会 就上研究班 这个研究班的讲师 也就得几个人 讲来讲去 都差不多差不多 那么我就很认真地看书 所以你有信心以后 必须要自参自物 那我看了很多书 那么那时候 我都看了一本 《动明宝记》 对我都有培养信心 这个《动明宝记》 我看了两个月 这个两个月 所以这个天堂地狱 一切我都相信 那个决定不是人为的 你就是人多么有大的学问 多么会幻想 多么会想象 多么有文笔 你决定写不出来 决定 我相信他 所以对我来讲 很大的帮助 我每天看每天看 我妈妈不让我看 我怕我眼睛不好 我抱窗户脸 通通弄得很 就是说外部看不到 灯光我点起蜡烛来看 招了迷了 一心想要做仙 招了迷了 所以天天看 那么看看 我就下定决心了 好 这个《动明宝记》 有证明 是先天大道 是三期末节 大开幅度 是应运名思 所以西天不留意佛祖 中天不留意菩萨 先佛神圣通通降世 打望周到 那时候我都认为 我是好像是 致命不凡 我认为 好像我是观音菩萨的属下 自己跟自己想啊 好像要学观音菩萨的样子 有一点 乘愿耳来的样子 没有眯眯自信 所以我到十三四岁 就看破红尘 了无人生啊 就要独身主义 一点没有刺激 什么都没有 十三岁小孩有什么 可以说在家里面养尊处优 根本没有受刺激 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好命 而且就看破红尘 就不愿意 这个想 内心的想结婚了 想怎么样 决定不会想 很讨厌这些事 所以就立定 独身主义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求到 就是这样子 我都想啊 我决定找一个 这个宗教的信仰啊 作为我的归相 我要一辈子 我要学观 学男孩观 我要学观世音菩萨 我找了半天呢 结果找到道 一道了 找完以后呢 一看这么好 一看的东阴宝剑 我证明是真的 我就认为 我自己是观音菩萨的属下 因为那个东阴宝剑 那个观音菩萨的属下 好多呀 通通将士 那些个冤军 那些个侍女 那些个仙姑 那些个小菩萨 那些个侍卫将军 哇通通将士 好多 都来帮助观音菩萨 大帮助到 都要称其正国呀 所以我认为 我就是观音菩萨的属下 我要称其正国 那么我就 我就要 怎么样 我就要吃素 可是吃素呢 那时候舍不得 因为鸡鸭鱼肉太好吃了 鸡鸭鱼肉太好吃了 那么我们家里 经济相当不错 我父亲呢 就是爱吃 什么都没有 四号什么有 就是一个样 四号爱吃 父亲爱吃 其实孩子跟着 这个传染 也是爱吃 这个所以 又想吃素 又想学观音菩萨 又想办到 就是这个素 吃素 就把我挡住了 到了佛堂去 现在你们没有感觉吧 到了佛堂去 自己不亲口 自己不吃素 那个碗 佛堂那个杯 我不敢喝水 不敢喝水 这都敬于我们修道人 不敢喝水 为什么不敢喝水 那我今天吃的鸡鸭鱼肉 我给人家喝了水的 我们这个水是捉的 到了人家杯子上 人家再喝了 我们对不起他 所以这种心理 到了佛堂去 不敢喝水 那么就想吃素 就是说考虑 就是舍不得吃素 那么结果呢 就是那年 差不多应该是 二十一岁 二十十九岁 十八岁求到 就是这么学到 就是这么样的看书 这么样的听到 也度人 不过度人呢 度不了多少 很难的 很困难 这个然后呢 我就这么考虑考虑 一天到晚考虑 这一天晚上 我在那趴着桌上看书 我这个印象很深 那是热天 外边那个月光很好 那么很亮 那么再赏月 赏月的话 就是看书 看看看疲倦的 我都趴在桌子上 趴在桌子上 哎 睡着了 那个时候呢 就有一位带我去了 带我去一个大佛堂 这个佛堂好大好大 比我们那个天津通行坛 还要大 我进去了 进去了 那个里边有人说 哎 今天讲道可不是平凡人的 你要慢慢走路 慢慢走路 我说可以 我说我向来都是守规矩 我都走慢慢走 他说你再坐这好了 你坐这听啊 今天讲道的是谁啊 是观世音菩萨 我都好高兴 那我内心的总是崇拜观音菩萨 我那个时候已经要削菩萨了 我虽然没有亲口 我要削菩萨 那么这个时候我都听 听到观音菩萨讲道 那么讲讲的时候啊 我一看观音菩萨 很庄严 在那儿讲我讲我 我一讲哎呀 我一看啊 这个机会难得呀 人家都千里迢迢 都是到去超南海 那么这个我梦中超南海 这不是机会吗 我这个机会错过去 如果不给观音菩萨讲几句话 不给他拜拜 不给他讲几句话 我太冤枉了 我就 我也不管一切了 我就一直走走走进去了 走进去了 我就说哎呀 观音菩萨啊 你老慈悲 我今天呢 请你老给我讲几句话 那就是很大勇气 其实那个时候 我那个人啊 没有这么大勇气 观音菩萨说 哎 看看打量我一下 就说好啊 观音菩萨说好啊 你现在啊 迷媚自信 我说怎么迷媚自信呢 我现在想 你迷媚自信 你认为你的经济好 你的环境好 到现在你还不吃素 那你耽误你的前途啊 你迷媚自信 你看看我 你比得了我吗 我这个印象很清楚啊 我当中是三皇公 吃的是真羞美味 我要想穿的是拎锣绸缎 我想用的是功能财女 都有 你认为你经济好 认为你很好命 你就不舍了这个鸡鸭与肉 你哪点比了我 你这小小这一点 想说你都比不了我 你是迷媚自信 耽误你的前途 你知道吗 哇 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 讲到我内心里不去了 我真是这样子 真是这样子 是真是受不了口腹 这时候我这么一害怕呢 好好谢谢观音菩萨 我就跑到旁边去 给观音菩萨 沾一碗水 听懂吗 沾一碗水 我都 我说观音菩萨 你老吃杯 请您喝水 请您用茶 这时候我一不小心 把观音菩萨的脚给碰了 脚给观音菩萨的脚给碰了 一碰脚我害怕 糟糕 怎么触脚呢 怎么观音菩萨碰脚就得了 这一害怕呢 行了 行了 行了以后 你说这个很奥妙的 醒了以后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 我都到佛堂去 很巧合 你说这个姻缘成熟啊 很巧合 我们那个通行坛啊 下午两点 到长 到长 亲身去选拔人才 这是很奇怪啊 你懂不懂啊 你说这个我 你说 你说这个时候我 应该不应该相信 要不要相信 要不要相信 你们都听不懂啊 要 观音菩萨脱这个梦 转天 那么就是 就是道长选拔人才 那个时候的我 要不要发现 要不要发现 要 这叫机缘成熟啊 我不能够错过 所以呢 你们知道 现在我们台湾 修道太好命了 你做个办事人员 你还可以喝酒啊 你还可以抽烟 你还可以吃肉 我们当初做办事人员 通通没有 一定要舍身办道 一定要轻口如素 这个才厉害的 所以呢 我没有考虑 今天晚上做的梦 今天选拔人才 就要轻口 你说我还考虑什么 还要摊这个家鱼肉 这太没有 这太没有 怎么讲 就没有价值 那我就 毅然决然 没有什么考虑 我就 站起来 站起来 我说 报告道长 我要轻口如素 我要手上办道 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修道办道 我要 我要 负着责任 后来道长 看看我呀 见鬼四面 他认识我 那么旁边那个张前 张老前 现在是张道长 比较认识我 那么我们这个佛堂 有一个邀前人 邀前人 他很了解我 他说 哎 真大姑 这不可以 你就慢慢修好了 你立家境相当好 你爸爸妈妈没有许可 你不要吃素 你就慢慢修 就不要吃素 我说 不可以了 我今天决定吃素 我不能怎么样 我要吃素 回去多么困难 我要吃素 我决定要清口 你不要管我 我妹妹呀 就二妹把我拉过 姐姐 坐下 坐下 说这个事情 不是小事 你没有考虑考虑 你要真正吃素的话 你真正以后结婚怎么办 我说你这个傻瓜 我一定决定不结婚 结婚干什么 那个时候 因为倒不股片 你要吃素的话 都好像要清修了 你结婚的话 不好结了 人家你看结婚 你得吃素的怎么办 腿拉我 我还是站起来 结果呢 就立了两条院 就是我爱是一岁 立了两条院 回去以后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怎么不得了 我妈妈呀 我不吃饭 天天哭 我这下子糟糕了 也不骂我 也不闹我 就是哭 我说 我是究竟 我说妈妈 你哭什么呢 我到底你老是哭什么 她说 我妈妈讲 我想不到 从小时候 给你算命 给你打罐 你这个命太好 你这个命太好 你将来很享受的命 你为什么现在 自己找这个苦命 我们一吃素的很苦 有肉不能吃 有鸡不能吃 这个人生很苦的 你为什么吃素 你修到 你就修 为什么吃素 天天哭 天天哭 我妈妈说 有没有办法 这个愿可以改变 没有 我绝对不可以 这个不能改变 我说孩子哭 但我妈妈也哭 就我也哭 妈妈哭 我也哭 哭了已经三天 我现在这下糟糕了 这样哭下去的话 是没办法 我就真正给妈妈下一跪 我妈妈在那躺着 我就跪下 她就跪下 我说妈妈 你老不能再哭了 假使你再哭的话 我只好开栽 我不忍心你老 我开栽 假使我开栽的话 我相信 我要下地狱 我要立愿不了愿 开栽破戒 只是地狱 因为这个一分子 我不能够 不能够 我一定要开栽的 我妈妈听 哎呀 这么严重啊 你要开栽 就下地狱 那不更苦了吗 那当然是苦了 那当然是苦了 你到底是叫我下地狱 你还是叫我吃树吧 妈妈说 好呢 你就吃树吧 不要下地狱了 就这样子 我妈妈做起来 高兴 所以这个家庭 妈妈爸爸 这种爱心呢 实在是 有时候想起来 真是给我一种 很大的力量 我又跟我妈妈讲 妈妈 我拜托 你老 给我爸爸讲一下 不要难过 我爸爸妈妈 我长到二十几岁 没有大声一句话 没有眼睛瞪得很大 通常没看过 这是对我特别 特别好的事 你心灵 你给我爸爸讲一下 我不能开栽 我一定这样子 我妈妈跟我爸爸讲 我爸爸很明理 我父亲很明理 好吧 我父亲自己哭 哭了一阵子 我听我妈妈讲 哭了一阵子 昨天怎么样呢 昨天我父亲 拿着素菜 我们家天津有道乡村 卖的素料 拿着素菜回来 我一看我 父亲我们都很有礼貌 这是家教 我父亲一回来 我们都要站起来 爸爸回来了 都要讲话 这是礼貌 我爸爸回来了 爸爸看我 回来 我父亲怎么样呢 把那个素菜放下 给我恭喜 这一点事 孩子我给你恭喜 我想不到 我们秦家会出了一个修道 你一吃素 我都知道 你要探破空尘 我知道 那我们姓秦的秦家 出了一个修道 就是我们的光荣 莫非是你的奶奶 再生若拜四方 修仙和慈悲 赐给我们个柜子 这个莫非的柜子就是你吗 我妈不发布这么一讲 但希望你 坚持到底 千万千万注意 中途之间怎么样 和不要给我们祖先 有所 名语上有所影响 你要坚持到 我祝你成功 我决定帮助你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我决定帮助你成功 所以 这几句话 我们有良心 我马上就跪下了 我说爸爸 你老放心 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子 就是将来 怎么苦 怎么 怎么受罪 怎么样 我也要坚持到 我爸爸又说 好吧 我们要知道 人啊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你要是七十素 你要是修道的话 很不简单 一定要有苦吃 你要坚持 祝你成功 你要什么 我都帮助你 因为我们家里经济不错了 所以 过了几天 我就 请父母 我那个时候 我也是 打小时候 好像都有 都蛮有点 领导力的样子 我说爸爸妈妈 今天我请你老 我要开会 开什么会啊 我帮我弟弟 妹妹都请到了 晚上我说 我今天有几句话讲 差不多吃书以后 过了几天 我都说了 我爸爸妈妈 你养我这么大 你老也知道 我现在 我是 好像我是观音菩萨的属下 我要学观音菩萨 我要办一点事情 我要终身 终身不嫁 我要这一辈子 我要修道半道 修二位 要帮助我 要原谅我 我知道 不要讲 我已经知道了 我说弟弟妹们 你们赞同我 你们帮助我 我那个大弟弟 那时候在北平念大学 他说福人大学 他就马上站起来 他举起双手 所以很感动 现在我弟弟还在 过几天我就去看他 我都给你们讲实话 我都看过他们 弟弟们真好 妹妹们真好 弟弟说 姐姐 你安心地修道 我一切帮助 无论一切 我都资源 我都帮助 我爸爸说 那么的好 现在我都给你们公开 发表一项 北平 中昌 杂货庄 我送给你大姐 叫他终身 要有 没有后顾之忧 你放心好了 我说 爸爸 我不要财产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我一辈子 安心修道 就好了 决定要给你一个 依靠 决定给你一个财产 所以那个时候 北京 农昌杂货庄 父亲都 就是 名分上都给我 我也没有 没办法 接受怎么样 所以 那时候开始 我就 注定我这一辈子 一辈子 我要学道 修道 办道 所以我在家里边 称立佛堂 那么千人慈悲 升为讲师 那么就说 所以在民国三十五年 就报名 要开封灿道 就报我选战了 这个报名 并不是我一个人 讲师三台好几位 那么结果选上我了 因为什么选上我呢 他们这个典圣师们 几位典圣师们知道我 我的个性 因为我应该说是 对个性很强啊 而且我自己约束自己 我自己对我自己很约束 决定是三清四正 决定是不苟言不苟笑 所以因为这样 我在佛堂里边 典圣师都很气质我 都很高看我 谁也不敢轻视我 因为我很有 就是说很有这个 昨天讲的好人之气 好像我自己有一点吧 有没有 有 好像有一点 所以他们看到我好人之气 有一点呢 对我有信心 出门在外对我放心了 就不简单 一个女孩子出来 惹了四个 是从生活不得了呢 所以对我这样放弃 男女之分 有分寸 对我放心 都选上我了 选上我就来了 来到台湾呢 给你们再讲讲的显化 来到台湾以后 相当苦啊 真正是怎么样 言语不通啊 你是寸步难行 要什么就没有什么 怎么样 你想度人没就是度气 你言语不通 又凶啊 温化方面也好 经济方面也好 一切没有随准 台湾 你要是你们现在 吹也不要吹 我逼你们知道 你们才几岁啊 我来的四十年了 四十年以前的台湾 是什么台湾 四十年以后的台湾 又是什么台湾 你们给我吹台湾 过去怎么样 不要吹 我知道 我最比你们清楚啊 我来的时候 你们还没有出事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来的时候 没有出事 你们都没有出事啊 那么我来了以后怎么办 来以后怎么办呢 天天哭 天天哭啊 哭什么呢 历着在台湾 在我们天津 阳明和号 我也有几个后学 我们也有同行的谈主 也有点讲师 给我送啊 送到码头 坐穿啊 哇 还给个假菜都 送 送去这么阳明和号 亲大国到台湾开放去了 安乱安乱 好像了不起啊 真不真很光荣 结果你出来了 你就马上回去 没有所以然就回去 就多闹魁 多么难看 就没有办法就哭吧 就哭 哭啊哭啊哭 天天哭 哭到的结果怎么样 就有病 是不是病啊 脚也肿 脸也肿 这叫做可能性 这个肠胃 这个脾胃不好 就肿起来了 我们这个刘典三师啊 那时候老先生还没来了 老先生还没来了 刘典三师 这个刘钱人啊 他一看就不得了了 这个称大姑天天哭 也不吃饭 很少吃饭 天天哭 渡人 他也天天去跑 也渡不上人来 什么都没有 这怎么办呢 一看他每天肿 眼睛都肿的 很大大的 这怎么办呢 他说你呀 大姑称大姑 你怎么办呢 我说有点事 我给你要求了 我没有办法 我要回去吧 整整半年 我回去吧 说你回去可以呀 你找 写信找你老伯呀 找你父亲呢 请你父亲 要求道长吧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办法呀 这个事不是我的权利 道长 我们的道长 我们的韩典传师 老臣是典传师的 我们的韩典传师 妖典传师 道长派你来的 我在这儿做证而已 我没有全力叫你回去 你赶快写信 我说好吧 我谢谢你慈悲呀 你帮助我好了 我就写信 写信要求爸爸 要求道长 把我调回去 我有病 不回去就受不了了 说好吧 我们这个妖典传师 就写信 好吧 回去吧 这个小姐很娇气 不要她受罪了 他们以后再说吧 回去 回去 我那个时候 走 坐三车车 这个台湾的 那个居住证 居住证 那叫居住证 我在三车车上 看见那个总统府 印象很深的 这个总统府 我当时路过 我就掉眼泪 掉眼泪 我说台湾各位同胞 对不起你们 我是想要度你们 我要开风颜道 没想到我为难退治 哎呀 我自己对不起你们 我不能够坚强忍耐了 我要回去了 我要回去到大陆开荒了 我台湾这事我受不了 我愿意不通 对不起你们 那么有缘的话 来世再来好了 我就把那个 这个身份证给撕掉了 我不回来了 很苦就是了 当然台湾是太苦了 就上船 你说你怎么回来的 你没感到莫名其妙吧 既然你这么坚持 不回来了 居留证都撕掉了 你怎么还回来呢 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你们知道吗 什么原因 不知道 在海上 海上遇到风浪又发金 又跑回来了 如果在这个 船上海上没有 遇到大风大浪 没有发金 我就没有今天了 我就不会回来 再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在海上遇到这个风浪 这个船是什么船呢 是海中船 海中船呢 它的载重不多 也没有一万吨 也不是多 几千吨吧 是个货船 因为我这个归心事件的 见到这封信 哇 好高兴 赶快回去 好高兴 所以我也不管大船小船 有票都买 跟着带着我去 回去一个 是点村师 汪点村师 这个汪点村师 也是没有火候 跟我一样 也受不了 他也回去 这个汪点村师很有学问 他写的小凯是汪西枝 天天摩帖 不是摩帖 天天写小凯 写得很漂亮 他也想回去 他也难过呢 他难过他是想太太 他想太太 想孩子 所以 这个离开家不简单 他说趁着机会 他说 大哥啊 你想回去 你 你们两个小姐 没有人 没有人 给你作伴 很危险 你去要求 汪点村师 我帮你们带回去 给你们安全 我说好 我说你这趁机会 你是趁机会啊 我说好吧 我去替你讲好了 他说我自己讲 不好意思啊 他也是这个北方人 不好意思 你替我讲好不好 我说好吧 我替你讲 好吧 一起回去 我们就回去了 所以在村上啊 这个村啊 怎么样 由台湾支牌的 支牌天经要七天的 七天的 是小船的 不太大 那么我就 这个村呢 走到第几天呢 走到第三天 第三天 村行到中心了啊 村的海道中心了 第三天呢 忽然之间 大风大浪 这个大风大浪 人语交加 哦那些个 大夫二夫 那个船长好紧张 我一看他们紧张 我也紧张 我一直到外边去 一看了那个浪 哇一直融入上来了 那些个大夫二夫说 这个气象台报告 没有啊 没有这个风浪 这是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很紧张 我在坐在船 这个船里船上啊 那个浪打起来 把我哇 把我顶起来 你不得了呢 我把我顶起来 哇平上 又下去 不是有关事的 我说 我跟王典 是跟赵大夫说 我们三个人 葬身于腹 一辈子 这样的结果 真是 我不甘愿 就哭了 大哭头哭 又哭起来了 我说我们结果 是这个样子 我会会这么样子 我为什么 为难退治 我要不回来的话 不回应这个 不回应这个 这个街 不回应这样 我就哭 哭哭哭 哭了半天 怎么办呢 很危险的时候 我说哎呀 既然这个大夫二夫 大夫二夫这个船员啊 都讲没有这个 不好的气候 那么这个气 这样子 乐的气候 是不是莫非为了我吗 是不是老师 先佛给我一个警惕 给我一个警惕 是不是叫我回来 是不是我还跟台湾有缘 莫非如此吗 我现在一打转的话 灵机一动 我马上想起来 我们不能不相信 不能不相信 这个姻缘的存在 我说好吧 我就跪在这个 穿板上 磕头啊 一直磕一直磕 我说老母思悲啊 老师思悲 假使这个大风大浪 为了我而来的话 你老十分钟 风平浪静 证明为了我来 我再度来台湾 我决定 不开到成都 我是不会来 就磕头如捣蒜 磕头磕头一千多扣 结果十分钟以后 就很奥妙 风平浪静 没事 不过那个穿原讲 好了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没事的 所以我们那个衣服啊 通通湿了 通通 回家去通通坏了 所以回到家去 我想啊 哎呀 这条命啊 是十来的 那么这条说 老母啊 先佛给我警惕 就是你的姻缘 还在台湾 不能不回去 因为这样子 我在家里入住了半年 这个半年 帮着我妈妈 帮着我妈妈 给我弟弟结婚 这个弟弟啊 比我小 比我小四岁 现在他们都很好呢 他们家庭啊 环境都很好 所以比我小四岁 我帮他结婚 他这个太太 也是道心啊 也是很聪明 帮他结婚 结完婚以后 那么这个我们的佛堂啊 那选拔人才 我们这个腰点的是啊 对我很照顾 说陈大姑 你既然在村上发现 这个要了愿 不能不去 我跟你报名了 他给我报名了 报名以后 哎 道长又选上了 这个道长选拔人才 道长讲 这个报名的小姐有五个 那么就想陈大姑好了 为什么选陈大姑呢 他说陈大姑去过一次了 可能性比较收一点 那就去好了 就被我选上了 这个选上人这个 人心巍巍 道心巍巍啊 所以我们要回想起来 当初啊 有时候前前面要帮助 帮助提席照顾 不帮助有时候不能突破 不能过关的 那么那时候我在 扔心道心啊 这时候还要 还在怎么样 在娇持 我不会 我怎么样 我看到天 我那个时候 我们的家很温暖 爸爸妈妈这么温暖 好 又娶了弟妹 我弟弟啊 对于我非常的尊敬 大肆小肆都给我研究 大肆小肆报告 那么这个弟父啊 这个新娘子 哇不得了 那我当作一个 怎么样 什么时候都问 什么时候都请示 不得了 我很有气魂 很有派头 我说这不错呢 在家里边 这不很有派头吗 到时候吃饭 到时候上学堂 到时候 很享受 到了台湾去 怎么办呢 到了台湾又要做饭 又要买菜 还要猪本 还要给他们点身 谁啥 我说这不是冤枉吗 这个生活环境 这个做一个比较的话 这个不得了呢 差太多了 我想 哎呀 算了 这个台湾这么苦 办法说人家呢 还要猪本 还要买菜 还要谁啥 这个很苦呢 我说算了 我不去了 所以人就 人行微微 道行微微 也是在搏斗 我说我不去了 算了 我以后 看一看 我上西南算了 上西南 老先生上西南 我也上西南算了 那个时候 那时候老先生 已经来 要准备来台湾了 那个时候啊 我们这个腰 腰病人师 就好像法律族借窍 这里边又是一种 这个 这个 奥妙的事 他一向 这个人很慈祥 对我很客气 他就 他就凶起来 他说 我给你贡 不是贪污 这个贪污 讲也有点习惯了 他说 我跟你讲 你这个人啊 你受考了 你受的考太大 你现在横土享受 娶了 地妇了 好像做婆婆一样 你天天享受 你有女生的事 你想一想 人家是夫妻 三年以后就不认你 你还是你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前途 你 你清修了 你不创你的前途 在家里享受 你父母将来没有 你靠着谁 你不靠着道 靠着谁 你是愚昧 你是受跑 我说 哎呀 你怎么这么凶呢 这奇怪怎么凶呢 我不凶的话 你都不去 这好像我是法律主这窍吧 这好像法律主这窍 没曾有过 他没曾凶过 他就太太说 你怎么这样子呢 哎 你不知道 这个不给他讲不可以了 他受跑了 我一向这个莫菲斯法律主导给我指点吧 好吧 我说去吧 所以他不够凶的话 我就不来了 所以有时候人家对人家凶一点比较好 那么我就好吧 我说您对我这么样的照顾 孩子去吧 这么样又来 所以我这个经过 我第二次来台湾 原因就是在船上有个大风大浪 就是老天的警惕 没有那一次的话我也不会来 来到以后 就是经过半年 我们的家里边跟我消息都断绝了 我们天津都沦陷了 沦陷在共产党手里边 我们就完了 都完事了 会说完事了 就完事了以后到现在四十年 四十年的 四十年的岁月是不简单过的 那么 这四十年怎么过的 怎么说今天 这个是一言难尽的 这都是老师师母大德的顿话 老前人的慈悲 我个人的坚强毅力 我也在台湾闯过三冠 我也在台湾过过九口 我也受过种种的磨炼 我受过种种的考验 受过种种的毁伴 胜中种种的折磨 不管什么都受过了 所以到了今天都成过去 我已经都成过去 我想我这一辈子 来以后的岁月 可能性也没有什么好受的 都到此了 那么在所一切一切 现在都是收获了 应该是收获了 所以我想在 我就说 我自己的选择还是对 我到现在为止 我肯定老师师母 天命是真的 万先众道 我也肯定我们的道是真的 我也肯定我自己 我的姻缘不错 姻缘太差的话 我也没有今天 我也肯定我自己 有坚强的毅力 可以突破一切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我感谢老师师母 天真是德 感谢全国的慈悲 更感谢我们的 南海古佛 观世仁菩萨 给我这么多的帮助 给我这么多的显化 在台湾 尤其在斗六 那个观音菩萨的显化 太多太多了 要是将来又有观世仁菩萨讲话了 这是我开放冲秋堂 抖六 就是观音菩萨给菜姑托梦 这一个菜姑啊 度了五六百 你看看那个冲秋堂 不管是刘小姐 赖小姐 李小姐 那些个点川师 那些个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她的后织 那么结果呢 就是观音菩萨做梦 观音菩萨给她托梦 给菜姑托梦 观音菩萨给她说 你要是求道 你要拜这位 拜这位 观音菩萨一一讲这位呢 就现在的像话就是我 那时候我呀 还是这么高啊 那么瘦的很多 脸色苍白 穿的蓝色的旗袍 溜的是短头发 这个菜姑一看 要想求先天大道 要拜这位 这个观音菩萨一看 是这么一位 她印象很深 她就这个菜姑呢 就求道 各处访 访这么的 访昆道 访小姐 那么七颗的主线呢 都没有昆道小姐 就会访到我们这支线 就是太和女社 陈太太 现在已经做先了 就访到那去了 说你们这儿 拜的是老母 先天大道 请问你们点川师是谁 是不是小姐 她说 这个菜姑讲 我访了几个月 也访到一个小姐 你们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小姐 我们这些 陈太太 讲 是 我们的点川师是胆消架 是胆消架 陈小姐 那个时候我才 三十 三十岁 才三十 三十一岁 三十岁 她说 好吧 你不将你们点川师请来 我看一看 如果跟梦中一样 我都给度人 我度化众生 给他点 关于菩萨讲了 你遇到他 要度人给他点 你将来功德无量 他说 看一看 试一试 是不是他 这个也是很不简单的 他把我请去了 我刚领命不久 领命不久 生态的 都写信 他说 胆消架 你刚进来 这边菜姑 你换换 是不是梦中 我们赶快不赶快 我赶快去了 回头去一看 这个菜姑来了 就好像一个考验一样 我想你梦中不是我 我怎么办呢 我出来 这个菜姑怎么样 看到我 呜 就把我两个手拽住了 讲什么 你今晚没想到 你今晚没想到 你 我都挂给你 多好一点 他说 真正我样 观音菩萨共产党 我们赶快 你得头张呆呆 管管三散 我们赶快 我说 哎呀 这不是一个事实考验吗 我说 好了 赶快就好了 不赶快 我再挡起 你说 这个很好 不要吧 从那开始 一度十 十度百 百度万千 如果论期根本 要是调查一下 你们这里边好多 好多好多都是菜姑的后学 菜姑啊 吩普成 简公 这里边好多你们要刀根本 刀刀刀刀刀的根本 你们好多都是菜姑的后学 你不相信跟着刀一下 刀刀刀刀刀的你啊 我可知道你 赖 赖 赖什么呀 赖 那我们渊敏的赖宗和赖甜人师的孩子 你的 大瓜哥根本 你是 氛普成后学 这些个我们还不太了解 所以就可以证明啊 这个观音菩萨 显化来打帮助到 妙法无边的 光献我这么一个像 就有了今天 就不多聊呢 就这么样我就今天到场 所以我要到现在 感激观音菩萨 感激观世音菩萨 那么最近啊 我又出了一个显化 不过这个显化 是什么显化 你说这个佛像 现在你们有机会 到台中看一看 马上就看过了 这个很显化 这个观音 我现在很高兴 这个半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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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呀 是都得到了这么多 这个我们的佛堂 就是这个 我们国的佛堂 味道路 四尊观世音菩萨 它这个像 不约耳通 完全一样 那么最奥妙的 现在出了两尊像 是孤董啊 宋超时代 已经有七百多年了 飘江过海呢 到我这儿来 飘江过海是买孤董 一个高士仙买孤董 他现在买股票发扬财了 买股票发扬财了 那么发的钱太多 没办法销啊 只好买点孤董啊 但买孤董是买到一个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由大陆 带了三尊观世音 这个观世音呢 是历史啊 是宋朝时代 他们经过那个 古董殿建定 那么带了三尊 这个高士仙 现在完全是收集 观世音的佛像 不管是明朝的 清朝的 都是远代的 他收了好多 他也是很称心的 因为心灵命的点 但是人很实在 那么收的这两尊 这个宋朝时代 好几十万 很贵就是了 那么这老和尚说 我好不容易带来 我一定要卖一个吃素 那么别人给高价还不卖 结果就叫高士仙买来 买来以后 好爱 好尊敬 好高兴 这个像非常庄严 真正是观世音的 真相的法相 它这个是通的 通的里面有金 金里面还有银 三种 何而为一 这个以它的历史 一定七百多八百多年 如果要是木头的 就浮了 就暖了 如果是这个 画像 你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太久了 只有这个通的 金的 不会改变 所以这个怎么样呢 这个像 有显化 怎么显化呢 这个高士仙很喜欢 他不愿意献出来给我 他不愿意献出来 人都爱 爱古董 那么我这一辈子 就是没有像任何人 要过东西 这个我是个性 那么他这个 或者观音波都献出来 给我看一看 给我看看 哇呀 我这个观音波太有价值了 太好了 你好好保管 他呢就又拿回去了 拿回去放在他的房间呢 他就每天烧素茶 烧这个烧摊香 烧烧摊香呢 糟糕了 就是我的隔壁啊 差一点我就回消出 糟糕了 糟糕了 跟我喝一个小时呢 他回来一看呢 糟了 这个糟糕了怎么样呢 应该一斗一斗 一直糟啊 糟糕了 糟糕了 糟了一部分的没有了 他就害怕了 他在想 哎呀 莫非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有灵吧 护法不适合我拜 他就心里面忧意不觉 要献出来 他就跟谢姐讲 谢姐说 你献给前人啊 我们这个总摊 拍宗 拜观音波沙 应该拜这个最有价值的 最最牢的 你也献给前人 他就好吧 他就 他就先给我磕个头 我送给您老婆 我说好啊 这个不错的 我接受吧 哈哈哈哈 那接受了 我说好 我说很高兴啊 我说这个观音菩萨 不得了呢 因为我也很喜欢古董啊 我也是很爱古董 我说这个不得了 买不到的 而且这个观音 这个 这个观世音菩萨啊 这个像啊 到台北啊 那个 故宫啊 展览过 他都 先还是展览过 展览过那个故宫那些个职员啊 都是专家 都是学生 大学生跟博士 那个硕士的 他说 你们这个像出哪来的 这是列入国宝机啊 国宝机 根本不能进口的 那边大陆不能够进口 这边我们也不能接受 唯一是 接受的话 要给你充公 列入国家的 怎么会你们进来的呢 会好处想 我不知道啊 老后人带来 我不知道啊 旁边有人讲 你要多少钱啊 几十万 没给你买了 一百万我也不卖 都报回来 现在说 他的价值很高 回来呢 我不是现供 我很诚心诚意的 现供 现乡 拜这身观音菩萨嘛 因为这个东西啊 不论什么东西 经过五百年 他本身就有灵啊 这个敏家 五百年以后 他就有灵了 本身有灵 他有灵 何况观音菩萨 他本身那个像 都有灵了 再加上观音菩萨的佛灵 佛 他的佛光的话 这个观音菩萨 太有灵了 那么我都很称心地拜 拜完我一看 我们画的像 我请这个日本的 九谷的这个战略观音 跟这个高师生 献的像三尊啊 完全一样 那个像那个头发 那个帽子 衣服通通一样 我很高兴 我说这三尊啊 完全正宗的 正宗 没有一点偏差的 是观世音菩萨的法相 我这是一个自然的 自然的 并没有造作 没有加上人为的 并不是找他的 我说现在还欠一尊 这一尊呢 我要踏破铁鞋 我要把他找来 我过两天 我上天津 我上北平 假设天津北平没有 我要到上海 杭州 我一定把观音菩萨找来 跟这个仪 差不多的 都是这个法相 你说这个话 我念念有车 也有效 有效的 原来呢 高志仙还有一尊 这个很奥妙的 他说 我拜完以后 念念有车 哎呀 就是踏破铁鞋 无名处啊 我不知道上哪找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我看看 找到找不到吧 我过两天 回天津 回北平 待会上海 杭州 南京 我通通找 一定找的 跟他一样的 结果 我这个高志仙 考虑四个小时 所以这个 歌爱 不简单的 考虑四个小时 我在那坐着 等着吃捞面 在那坐着 跟那个 谢杰的聊天 他跑来了 先人 我实话实说 我还有一尊 我说好 拿来 拿来 我说 踏破铁鞋 无名处 都来 全不费功夫啊 我说你拿来 那天 全人 你看 向给您 我说上去 上去了 所以这尊又上去了 你们看看 四尊观音菩萨 那个画像 跟这三尊 一个吃的 两个筋的 完全一样 连那个眉毛 连那个嘴巴 连那个眼睛 戴着帽子 这个 完全一样 这就是 这就是说 我现在到 已经大台普渡 已经到了今天了 观音菩萨 很高兴 亲身 到我们的 瑞道路总摊 天天叫我拜 很高兴 就是老 好事 观音菩萨打帮助到 他老的收获 所以我 现在很想回台中 有了机会 我就回台中 去看观音菩萨 真正是 外观音菩 内观真 自己又高兴了 我感觉到 学观音菩萨 学的还不到家 应该惨愧 还要勉励自己 还要加强观音菩萨 那我今天都讲这几点故事 我们鼓励鼓励 你们大家要相信 先佛是真的 道是真的 天命是真的 我们加强自己 好好学校办到 将来观音菩萨 去世